第一点美食 糖油饼 大爷 问您两句 您这大包的几个糖油饼啊 一个糖油饼 两个白油饼 为什么喜欢在他们家吃这糖油饼 他们是保持这个质量 干净卫生 做这个有北京特色 那糖 不苦 甜 底下吧 有点筋道 脆 有点老北京那种味道 挺好的 吃完白了再吃糖 一样一样吃 这一餐一共花了多少钱 五块五毛钱 能吃饱吗 完全可以 现在时间是早上七点半 您瞧这店里都已经做得满满当当的了 这里其实是咱北京一家 开业不少年头的知名面馆 但这里的早点在这一片 可是比这里的面还出名 附近的老街坊都习惯了每天早上来这吃口热乎的 来 糖油饼出锅了 糖油饼原本是老北京一个传统的早点品种 可如今普通油饼还常见 这糖油饼却是越来越难寻了 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制作麻烦 您别看它就是个小吃 这背后的讲究可还真是不少呢 要说这糖油饼讲究 就讲究在上面的这层糖上了 用老北京画讲 这叫糖盖 咱们常见的糖盖都是用红糖来做 可这的怎么是用白糖做的呢 白糖好的哪呢 我给你白糖炸一个 我们给糖炸一个 咱们看看效果比较一下 行行行 咱们这十点抽筋鸡 咱先来一个白糖的 这个啊 的确是甜的恰到好处 不会特别的腻 有脆的 脆的跟饼干一样 咱们来一个红糖呢 这红糖在表皮 它特别容易结块 它没有那个棉白糖 就整个那种特别棉的一层脆脆的感觉 这个是就是有点小疙瘩的感觉 这个就是白糖和红糖的差距 你看而且看也可以看出来 因为这个是有些地方 它是有这个糖脆的 有些是没有没有的啊 所以是有些地方 尝不掉这个脆的口感 其实咱们老北京传统的炸糖品 就是用棉白糖炸 因为跟红糖相比 棉白糖炸出来第一 口感会更脆 第二棉白糖的甜度 跟红糖相比 甜度适中炸出来 口感会更好 相对来说 棉白糖的加工程序 要比红糖加工程序复杂 成本要高 所以现在很少有人用 棉白糖来炸 咱们这个油饼面是用温水来活的 它能充分地把糖化开 但是又不会一次性把糖化成水 就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 面和糖充分地融合在一起 吃起来会 口感会弄脆